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去加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我选择放置的位置是在图片的下面 就是我选到这件这个项目 我选到这一个菊花它的下面 然后接下来我因为我们有 我不晓得你们理不理解 它预设是figure table 我们应该要手动建立 例如说图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新增一个标签叫做图 然后接下来直接按确定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 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一个 那这边看你们要不要包含 要不要包含那个标签 这个地方 假设我现在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在图片的下面 然后它会增加一个叫做 自动会增加一个1 这个1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假设这边我就直接把它取名叫做菊花 好 然后接下来我刻意先跳过第二张 这应该叫第二张嘛 图2 我先做这一张 好 你看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好 然后一样选择图 在这原本我选择地方的下面去放 好 直接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不是叫水母 现在是图2 可是这一张才应该是图2 没关系 我现在做 例如说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然后直接点选确定 你有没有看到它就会变成图2 它就会变成图3 那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为了建立图目录 图目录 好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 这张图片跟这个标号会一起走 就是假设你搬到 搬 假设我现在我把这张图片搬下来 搬到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等一下 我刻意的这个地方再去插入 插入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确定 有看到它会变成 重新编一个号码 不会说还是停留在原本那个编号 因为这是第四个 我刚刚是不是编到 这边是1 我也可以把现在把这个删掉 删掉的时候你要重新整理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选到任何一个 对不对 滑鼠邮件 这边有个更新 更新 直接更新一下 你看它就变成删了 因为我刚刚这边是不是删掉了 然后它就整个换掉 好 例如说 滑鼠邮件 然后更新 可以整个选 可以整个选一起做更新 更新这个编号 可以吗 现在滑鼠邮件 然后更新 好 我只想要告诉你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话 又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这张图片它下面 它会有那个图片的说明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因为本来你们的设计是 一个表格 表格下面这个文字说明 我觉得你也可以是不是考虑 用这种方式 然后例如说 把它改自中 这种字要自中 这个标号要设到自中 这又是另外一种的设计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 我已经有了这些内容 我还是要把它做完 就是例如说 这个地方我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就是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例如说确定 它叫做 五味熊 然后把它选到 自中 这应该叫做菊花 然后选到自中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去插入一个图目录 表目录 或者是任何的那个目录 其实它都很容易 例如说 我刚刚做的是图 我可不可以插入图目录 我这个地方 我要选图表目录里面的图 这是我刚刚自己建立进去的 然后直接选到图之后 点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就会告诉我 图一是火山在第三页 图二水母在第几页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们习惯 如果你们习惯在那个图片的下一个格子里面 打图片说明 做不出来目录 做不出来目录 然后我有一个高效率在介绍这件事的影片 建议你们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一口气法 假设你已经做了有一份文件 一百张图片 你已经做了一百个 那个就是用刚刚那种表格 下面增加一列 怎么样快速的去把它做 准备可以去做出这个图目录 好 我有一部影片值得你们去看 这个图片